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一般的矩形嘛 那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需要畫這種矩形 有一點倒角 倒個圓角 真的跟你講半徑為實的矩形 那你正常畫出來就是這樣硬梆梆的 那怎麼樣畫有圓角的矩形 很簡單 REC 然後不要急的點下去 不點下去之前是有一對副指令可以跳 裡面就有一個Fillet 圓角 就打F 圓角 那他就會問你半徑是多少 像這邊有給10嗎 我就打10 那這時候你畫出來就一定都會有10的圓角 所以如果要有尺寸的話 F 圓角 10 然後點一點 像這邊是200 150 所以小老鼠200 倒點150 這樣就畫出來 只是要注意這個圓角是減進來的 所以尺寸是從 這 200 到這裡 150 所以它是被消進來的 不是多長出去 因為多長出去 原來200 150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所以圓角跟倒角都是先畫好再長進來 再消進來 往內消進來 所以圓角30 REC F 30 然後呢 點一點 小老鼠 向右200 斗點150 所以尺寸 中點到中點 這邊是200 這裡到這裡是150 是被消進來的 好再來 那圓角講的 當然倒角也就要講 倒角的話是切一角 就是切一角 被切了一刀在這裡 那你只要切了一刀就一定會有尺寸 它是X多少 Y多少 這樣子 所以它是有兩個尺寸 我們就來看一下REC 先不要急著點 一樣有C倒角 倒角 然後問你第一倒角距離 好假設30 第二倒角距離 我也給30 那點一點 2點4就畫出來 那如果要有尺寸也是一樣 C30 確定30 然後點一點之後 小老鼠200 多點200 就畫出來 好 那切30 30就長這樣 好 那但是要注意 就是下面這個 如果你的 這兩個尺寸不一樣 X跟Y的尺寸不一樣 那應該會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好 我們來試試看 REC 先打C倒角 第一給30 第二給10 這時候我畫一個出完就發現 欸 跟我想的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想像的應該是對稱的對不對 這是30 10 那這裡是不是應該是30配10 這裡是不是應該是30配10 30配10 才對 但是你會發現它好像是跟著轉的 好 跟著轉 那跟著轉不是沒有 只是說我們食物上好像比較少這樣子的 我們大部分都比較喜歡對稱的那個 好 那沒辦法 如果你用 你用矩形這個指令做的倒角 一定會這樣跟著轉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我們想要的那種倒角 假設你想要做這種倒角 這種對稱的倒角 那要手動倒角 自己手動倒 這個等一下就會提到 好 那手動倒角 那 我們再來看一下 舉行打C 然後這個第一第二其實就是3020 所以我再做一次嘛 30確定10 然後呢點一點 小老鼠200 都點200 這樣子 200 200 30 10 好 這就是倒角 好 這兩個都講完了 這寬度我一併講 因為 有一件事情都要提 REC 預設也會有一個叫寬度 寬度其實就是W 就是像我們講那個P9一樣嘛 它可以有線寬 假設線寬是10 那你之後畫的全都有線寬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倒角怎麼還在 來 REC 注意看 這個跟你講齁 REC是Retangle 目前是倒角3010 線寬10 所以你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全部都會留著 這個就像我們之前在講 TR修剪的邊緣 是不是可以延伸 還記得嗎 有跟你講 你要開是不是就馬上關起來 所以這裡也是 因為畢竟有倒角 或有圓角 或有線寬 是不是可能都比較少用一點點 我們正常還是希望畫這樣 所以要用都可以 記得用完之後要關起來 所以像倒角怎麼辦 REC 先打C 把它歸到0嘛 歸到0是不是就回到正常了 如果線寬也不要了 W 改回0嘛 10就回來了 回來再把這些刪掉就好 記得有開就要有關 好 那所以我這個怎麼做 REC 呃 先打W寬度 10 然後呢 點一點 小老鼠 向右150 豆點 100 7 這樣就畫出來了 啊 只是記得再多做一件事情 REC W 改回0 隨便畫一個 然後把它給刪了 這樣子以後的矩形 就會回到正常的矩形 它就不會又把這些 不管是圓角或倒角或寬度 都把它記下來 好 來 試一下 記得要歸0 齁